上集说到小姑子自己凑齐了50万手术费 但在付手术费之前 却先问母亲要遗嘱 我现在怎么能给你遗嘱呢 万一我把遗嘱给了你 你不给我交手术费 我一命呜呼了 那你不是直接就能拿到房子 妈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之所以现在要遗嘱 是因为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为了凑够这50万 我把身边朋友借了一个遍 问银行也借款了 还把我离婚的钱也拿出来了 可以说我拿出了全部的身家 甚至未来十年的收入 那还不是你自己没准事 让你问你哥哥嫂子要钱 要了那么多天 愣是一分钱都没要到 你要说他们实在没钱就算了 但你嫂子手上明明有一百万 你连一毛钱都要不过来 我聪明一生 怎么有你这么笨的女儿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还不是你之前太过分 我嫂子不拿钱出来 主要就是因为你 你把臭袜子扔我嫂子脸上 无缘无故把菜汤打翻 让我嫂子收拾 你做的这一切 让我嫂子把你当仇人一样 我嫂子宁愿不要房子 都不愿意和你有任何瓜葛 反正你要想做手术 就把遗嘱给我 我是你女儿 我不至于那么没有人性 我只是想要一个保障而已 你把遗嘱给我 我肯定给你做手术 你相信我可以吗 我谁都不相信 遗嘱我可以给你 但要等我手术出来以后 我要是先把遗嘱给了你 最不希望我活着的 恐怕就是你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什么事没见过 你光说你立遗嘱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 我心里没有底啊 俗话说的好 不见兔子不撒婴 我要是把五十万 给你付了手术费 等你手术做完了 还是不给我遗嘱怎么办 算了 我不问你要钱了 我找中介把房子便宜卖了 我和你在这纠缠什么 原本好心把房子留给你 你防自己母亲像房子一样 我还是把房子留给你哥吧 价值一百三十万的房子 我一百万就出手 今天就能卖出去 我做完手术还剩五十万 我拿着五十万投靠你哥和你嫂子去 妈 我错了 你不要卖房子 我现在就给你交钱做手术 但是咱们说好 等你手术成功以后 就要把遗嘱给我 三个小时后 妈 恭喜你手术成功 医生说这次手术特别顺利 现在可以把遗嘱给我了吗 什么遗嘱 我从来就没有立过遗嘱 我身体好好的 立什么遗嘱 你也太不孝顺了吧 我人还活着 你就问我要遗嘱 有你这么做女儿的吗 妈 你去做手术之前 咱们说好的 只要你手术一做完 你就把遗嘱给我 你怎么手术完就不认账了 我认什么账 谁和你说好的 那是你自说自话 你看我回答你了吗 我就算给你遗嘱 又能怎么样 我人还活着呢 我可以立十份遗嘱 可以立一百份遗嘱 妈 你怎么能这样不讲信用 之前你答应好 要把房子留给我 我是答应好的 可你手术前让我拿遗嘱 把我的心伤透了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讲条件 是我从小把你养大 我小时候喂你吃米 喂你吃面 难道都和你讲条件了吗 你拿五十万出来 给我做手术 是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恩 你天天问遗嘱干什么 妈 你当我还没有看明白吗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 就算手术前我不问你要遗嘱 你也不会把房子给我的 我好后悔呀 我现在这么惨 都是因为你 为了你 我才和我嫂子闹翻的 我嫂子最起码还是讲诚信的人 你是一点诚信都不讲 这世上没有后悔要 想想你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你刚好离婚了 去我的房子住 以后就由你照顾我 但是你要给房租 一个月给我两千块钱就行了 你在外面租房子 一个月可不止两千 而且还没有我的房子好 当然你要是把我照顾得好 我也会问你少要点房租 我是你女儿呀 你还问我要房租 就算我是陌生人 我都照顾你了 你还问我要钱 你也太能算计了 我看你就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 不对 是倒贴钱的保姆 我就算睡到大马路上 我也不会去你家住的 小姑子转眼又去找了大哥 哥 你帮帮我 我都没办法生活了 以前是我鬼迷心窍 我给我嫂子道歉 你替我给嫂子说说好话 我想求得嫂子原谅 你的道歉我接受了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其他的事 你就可以离开了 嫂子 我求你给我借十万块钱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外面欠的都是债 银行欠的也是债 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我也不奢求能再住到你家 我知道你现在看到我就烦 所以你给我借点钱 我搬出去住 我不在你眼前爱你的眼 你在想什么呢 你怎么还有脸来借钱 你要是不张口借钱 我还当你是真的道歉 现在看来 你道歉是假 借钱才是真的 你是不是当我傻 你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 我还给你借钱 百分之一百打水漂了 换个人我还会考虑一下 但是你的话 我考虑都不用考虑 就凭你的人品 你会还我的钱吗 我会还钱的嫂子 你要是借钱给我 我念你一辈子好 现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把钱借给我 就是雪中送炭 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的 等我挣上钱了 我绝对第一个给你还钱 而且我也不让你白借给我 我给利息的 利息要多少你说了算 不用说这些了 我要你的利息干什么 到时候你连我的本金都不还 还和我在这扯利息的事 你在我面前是毫无诚信可言的 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我和你哥面前挑拨离间 这些事你当我不知道吗 嫂子 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 你还说你原谅我了 你现在有一百万 我就问你借十万 我觉得不算多吧 我说了不给你借钱 你也不要在这里纠缠了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没有事你可以离开了 我和你哥还有工作要忙 嫂子 那你能不能收留我 让我在这里住上几个月 我现在没有地方去了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在你这住上三个月 稍微缓一下 我之前不是没有收留你 你离婚以后 我让你在我家白吃白住 但是你都干了什么 你为了得到你母亲的房子 通过各种手段 问我和你哥要钱 挑拨我和你哥的关系 因为你 我和你哥差点离婚 就你这样的人 我还敢收留吗 你不收留我 我没办法了呀 我没有住的地方 也没有钱买吃的 我总不能睡到大马路上吧 你难道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你去找你母亲吧 你把五十万都给她做手术 我不相信她会让你没有住的地方 不相信她会让你吃不上饭 你母亲刚好需要人照顾她 你去照顾你母亲 她肯定会很乐意的 我不照顾她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去照顾她的 她做事没有一点人情味 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她的女儿 处处都是算计 那你自己看吧 反正我这里是不会留你的 你要是赖在这里不走 我只能报警了 嫂子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 你等着 你把事做这么绝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小姑子实在无处可去 只能回了母亲的家 我早都猜到你会回来 你嫂子手上有一百万 她一个乡下人 何德何能配有这么多钱 我们要想办法 把你嫂子手上的钱套出来 到时候我拿九十万 给你分十万 大家认为是大事